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学者和政界中人尽最后努力 倡议符合人大框架的方案 希望在政改僵局之中沉迷共识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一直提倡这个捆绑名单制 建议将不同的特首候选人组成参选名单 只要将中央可以接受的泛民主派参选人 囊括在名单里面 泛民就有机会随名单出习 将他的命运交给500万的选民 但是不过有天马蓝消息就和我们透露 捆绑名单制并不可行 因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指出 每名候选人都需要获得提委会半数以上的委员支持 说明是每名候选人 如果提委会只能够通过 又或者否决整张的参选名单 并不符合人大规定 现在立法会都是用名单制来选举的 而这个参选名单 就是由候选人又或者是政党自己组合的 每条名单里面的参选人 政治理念都是相同 消息就说 陈宏毅提出的名单制 是将政治理念不同的候选人绑在同一张名单 这个做法就不是很符合名单制本身的概念 再加上特首选举 就与立法会选举不同 赢家只有一个 参选名单之内的候选人 为了互相竞争 政见随时可能会南沿北截 又怎样可能以名单制的方式向题委会争取支持 政界一直都有不少有心人 倡议不少中间方案 但无论是增加新的题委会界别 还是将公司票改做董事票 北京和特区政府都拒绝开绿灯 政改方案预料会在今年的年中左右表决 怎样摆脱死局的命运 相信会是政改三人组新一年最苦恼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